记者红素金综合报导周浩安剧中求婚贵伦美 图Disney提供台北女子图剑倒数第二集 林怡山贵伦美是在一国新加坡的舞台上 奋力一搏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打造心中想象的生活 在克服了适应之后 还要面对许多隐而未发的抉择难题 不断考验着她的信念 林怡山自问 这样值得吗 同时也被周浩安求婚 对第二次的求婚贵伦美面临人生中很重要的连串抉择 周浩安是贵伦美第九任男友 图Disney提供 及主厨欧文周浩安是突如其来的求婚举动 林山寂静又喜 第二次被求婚的她 面对对方的诚 与对方给予的承诺怦然心动 这次她接受了 但之而来的 是各种排山倒海的抉择 家乡在英国 欧文到新加坡开展事业 家在哪里都可以 但对北而来的林怡山 新加坡是一个挑战 有没有要死成加利业 并非如此肯定 加上离家越久 对于人的挂心 却是越发强烈 而欧文为怡山所描绘 属于彼此的美好未来 又将会如何翩翩瓦解 贵美面临很多人生的抉择 图Disney提供 从小立至北上 林怡山 骨子里是不安于事 心想着 自己有着更的可能 在台北十几年 却未曾满足她心中的空 来到新加坡 更是让她直视自己的心魔 林怡山 给自己的承诺是什么 又想对自己证明什么 感恩 事业 生活 她都一一做到 别人眼中达标的样貌 她自己心中想要的 却很模糊 好不容易论结婚 的林怡山 加上一国伴侣 带来的文化冲击 使她 刺陷入矛盾难解的 漩涡之中 贵轮美剧中道心 颇工作 ToDisney 提供家的主题 不断围绕林怡山游牧 的成长旅程 而定义家 也是一厢游子常见的客 孤身一人的闯荡 总会疲累 总有需要慰藉的时 而那座随时等待 她停泊的港口 虽然一直都在 也有可能不再存在 林怡山远在一厢 面临婚事 疫情的双重难题 再加上母亲身体状况的 未爆 戏剧中安插满满写实的 关键情节 呼应许多人 在现实生活中 真正面临的情况 而她也将在本 做下不让自己 后悔的惊人抉择 优优优优独播放了 请不吨优独播放了